今年银川越海湾中央商务区锚定发展目标 紧盯六新六特六优产业发展 围绕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等产业 坚持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两手抓两手鹰 着力推动园区经济首季开门红 这两天位于越海湾中央商务区的 万科星耀越海项目建设现场 塔吊林立 鸡声隆隆 项目正有序推进地下室结构和主体结构的施工 项目占地面积为8.9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为25.6万平方米 将建设18栋住宅和一个幼儿园 这个项目从开工到目前的建设的话都非常顺利 预计这个项目EP4的交付时间 大概是在2025年的5月份 整个这个项目的交付时间的话 大概的话也是在2025年 力德新科广场一至二号楼项目 是越海湾中央商务区的续建项目 3月15号正式复工 项目规划建设两栋商务办公性质的塔楼 总规划建筑面积6万4千多平方米 一号楼24层 二号楼20层 两栋楼预计在7月底全面封顶 封顶之后全面进入装修阶段 预计2024年10月交付实用 据了解 今年越海湾中央商务区计划实施9个项目 其中新建项目3个 续建项目6个 总投资81.3亿元 预计较上年同期增长10%以上 目前宁夏水利研发大厦 CBD智慧金融中心 建行技术业务用房 万科新药越海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园区建立了包装机制 每个项目都有一个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 还有一个专人负责办理企业的前期的相关手续 包括落地以后的水暖电各种生产要素的服务 包括投产达销以后的招商落地这方面的工作 让入园区也能够在园区安心创业 与此同时 越海湾中央商务区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2月份开年以来 商务区开展外出带队招商活动3次 对接洽谈项目30余个 签约落地项目8个 为2023年招商引资工作 开好局 起好步 2023年我们将以打造东数西算 数据应用示范基地为目标 通过这个注点招商 联合招商以上招商这些方式大力开展 走出去请进来 开展系列招商引资活动 落地引进更多的优质项目 同时呢我们将加大谋划 对接重资产项盘货园区的这个闲置资产 全面推进越海湾商务区招商升级服务提速 力争全年招商引资任务达到38亿元 因此使用でき不过 一天 我们有几天 颜色